本节目由UCG提供 自2014年立项起 圣守之王经过了满打满算 恰好十年的开发历程 热爱SRPG的开发团队 赋予了他一个特别的期望 希望其能够成为一款 令人联想到90年代的新生SRPG 就结果来看 我认为圣守之王成功了 谈到香草社 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其招牌的 精美二敌美术 而圣守之王也没有令人失望 向玩家展现了一个美丽的奇幻风世界 不过遗憾的一点是 由于世界观采用 结合中世纪文化的古典奇幻风 圣守之王的角色设计 整体较为保守 转之越穿越厚实也是常态 但令人欣慰的是 大家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松懈 而是以充满活力的动态 展现出了内敛的美 没错 超无能动 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停下来过 果然啊 香草社还是那么懂 当然不仅限于角色 对于整个世界的细致刻画 也是极其到位的 以俯师师角呈现的广袤大陆富有美感 同时也是对90年代用相同形式呈现世界的SRPG的一次致惊 深入世界 我们还可以看到五大国家不同的气候风貌 自由滋到屏幕上的暖心大餐 而细腻精致的战斗 剧情演出更是美术的重心所在 看啊 处处都是溢出的美术力 虽然采用了传统的关卡制 但香草社没有用线性来串联各个关卡 而是用一个广阔的大世界承载了整篇故事 玩家会在菲布里斯大陆上展开自由冒险 各种主线支线关卡会在触发后标记在地图中 可以立刻挑战 也可以将其放置Play 探索完其他区域后再回来通关 除了代表玩家能自由决定关卡攻略顺序外 大世界也带来了一些简单的探索元素 比如出售各种装备道具的城镇 可以搜集素材换取物资的采集点 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收集品添置碎片 需要藏宝图才能发现的珍贵宝藏 还有赶机挖矿之类的小游戏 它们或许就是香草社特意准备了一些可口小点心 防止玩家因重复推关而产生疲劳感 游戏将菲布里斯大陆分为了五个地区 随着主线流程的推进先后开放 因此地区当中的探索虽然是自由的 但其对主线故事的走向影响并不大 还会反过来受其制约 所有关卡的配置也都是固定的 不存在动态难度机制 因此攻略的大路线也基本固定 举个例子 Demo版拯救青梅的主线结束后 会同时开放南部和东部两个地区 供玩家探索探索 此时虽然可以先前往南方 但这里却是一个上级职业遍地走的凶险之地 缠精灵妹妹身子的我当时不信邪 结果就是被精灵妹妹狠狠地垫麻了 特别是在高难度游戏中 基本就只有先前往相对简单的东部 磨练后再南下这一种选择 不过香草社也在游戏里设计了不少直观的引导情节 玩家只要跟随指引按部就班的推进 因此本作流程实际更不偏向于线性 自由探索的作用则是丰富推荐过程中的游戏体验 90年代的新生SRPG 这个主题带来的不仅是时代感十足的美术 还有一套思路新颖 但也充满了即时感的战斗系统 本作采用了经典的关卡制 玩家要在关卡内负责战术和战斗两种阶段的决策 战术阶段为实时进行 玩家需要将多位角色编成一支小队 在地图上打倒敌军镇压据点 完成各种关卡目标 敌我小队遭遇时则会进入战斗阶段 与皇家骑士团系列初代的战斗模式非常相似 小队间的战斗会以回合制形式自动进行 玩家需要考虑兵种克制关系 技能的伤害范围与成员站位等元素 在战前针对敌人情况进行恰当的编排 以此取胜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编排技能的使用策略 我们可以为角色的各项战斗技能进行优先度排序 并为每个技能设置判定条件 确保他们能在战斗中找到最合适的时机 向最具价值的敌人打出致命一击 算法编程元素在电子游戏中并不少见 《圣兽之王》将其较为完美地融入到了游戏之中 游戏内预设了极其丰富的可选条件 从敌我状态到针对特定兵种均有射击 且服以详细的教学说明 让新玩家可以方便地理解并运用 虽然前期的战斗相当直观 但在后期敌我编队人数增加 行动机会增多后 策略对战斗的影响就会愈加明显 一套精心制定的策略 甚至有可能做出逆克制反杀 以少胜多的精彩操作 打出一场赏心悦目的胜仗 如果触发了实力悬殊的杂兵战 也可以在遭遇时直接跳过战斗看结果 但由于跳过不会显示战斗流程 因此在对战强敌落败时 玩家仍旧需要直接观看战斗过程 才能了解到问题出在哪里 并根据情况进行针对调整 这会变为高难度战斗中的家常便饭 策略被限定为了8个栏位 每个技能最多两项条件 后期难免会遭遇不够用的情况 此时就需要进一步展开头脑风暴 用尽可能简洁的程序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这也令圣手之王变成了典型的 打架5分钟编队2小时类游戏 在构建队伍 编写技能释放逻辑上花费的时间 往往要比战斗本身多得多 但另一方面 这也是该模式的魅力所在 虽然你反复独挡复盘的样子很狼狈 但在找到盲点一步把敌人全灭的时候 真的很靓仔哦 攻城掠地的战术部分也有其独特的乐趣 我们除了调兵潜将以外 还需要灵活运用各兵种的特殊能力 或是借用地图上的战斗设施 以达成关卡目标 部分关卡还会带来不同的挑战情景 比如利用有限的防御机关 击退源源不断的敌军 或是在间歇卷起沙城堡的沙漠里 和敌人捉迷藏 又或是利用地图中的雨季坛求雨 阻止森林中的火势蔓延 但由于整体上还是压制大本营类的常规战斗较多 令后期难免存在关卡同质化的问题 虽然90年代的SRPG总会给人一种高门槛的硬核感觉 但《圣兽之王》并没有在这一点上也故意还原 这样你才知道我们是在致敬90年代的设计 而是在各方面进行了大幅度优化与改良 带来了极其舒适的上手体验 游戏内置一份事无巨细的说明书 收入从地图探索到关卡战斗的绝大部分知识 甚至包含了伤害等数值的计算公式 对于系统里的大部分疑问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答 在战斗方面也不吝惜提供各种便利 小队成员倒下了没事 倒下也不致永久退场 回到附近据点揣两口气 出门又是一条好汉 担心实时关卡容易失误 没关系 攻略过程中随时可以存档 允许随时试错 你甚至可以在任何时刻为队伍成员更换装备 比如在战斗开始前的一刻 就可以给即将踏上战场的兄弟送上一两把新武器 让他在随后的战斗中反败为胜 只能说香草舍非常担心玩家会输 他真的我哭死 当然由于是致敬那个时代的作品 圣兽之王的故事也多少有一些熟悉的味道 光是在demo部分 我们就见到了蓝毛的王国王子 虚发皆白的老圣骑士 说话很热闹打架很忙的小红 办事靠谱话也比较少的小红搭档 嗯?这照片是你吗? 是我?那时候我还有点胖 虽说王子复国际很经典 但本作除了部分深层世界观比较特别以外 大部分情节都颇为通透平淡 几乎是看完开头就推得出结尾的程度 另一方面 虽然主线涉及了多位角色 比如主人公亚连 老骑士约瑟夫 在故事中都得到了充分刻画 但本作的可加入成员毕竟达到了60人以上 并非所有角色都能得到足够的塑造 与之相关的好感对话 也没有全都很好的起到塑造人物的作用 不过这也是不少SRPG常见的问题了 诶?等等 难道这也是你致敬的一部分? 但总而言之 关注故事性的玩家 还是需要做好不达预期的准备 尽管在后期关卡和故事方面存在些许遗憾 但《兽兽之王》的整体素质仍旧是过硬的 它是对经典SRPG的一次优秀的致敬与融合 充满时代感的设计足以让你带回那个时代 体验王道征途的醍醐味 另一方面 门槛低上限高的独特战斗系统 浮以香草舍招牌的精致美术 带来了十分过瘾的游戏体验 令其成为了今年SRPG爱好者们不可错过的佳作 如果您看完这段视频还无法下定决心 那不如直接在主机平台下载一份demo亲自体验 demo版5个小时的流程 基本含酷了本作系统的方方面面 确定合适自己后再下手也不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